連陳鎖真實的一切我都不會放過 咱們結婚雖然倉促 但是不能沒有求婚儀式 還挺講究啊 這就是原本的求婚劇情吧 我真的成功繞過了中間無聊的情節 直接推進到了結婚大結局 我真是個天才 你不會再等著孟南辰拉你 才會起來吧 有意見 怎麼不說話 這不像你的性格 你又在盤算什麼影響 為什麼他能說這麼多話 難道他原本並不在這個場景裡嗎 所以可以這麼得騷我 裝傻了 疼 我靠 這就哭了 孟冷爺還不得笑死我 這也太影響我一世為名了 我 擦點藥 就不疼了 這是能以含該有的台詞嗎 我的人生也只有一個目的 那就是成為穆太太 我絕不允許 有人搶走我的一切 不 她不配 你是不是瘋了 我從小到達就只有一個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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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嫁給你 宋小姐 你不要再鬧了 以免難看 陸小姐 我先帶您到裡面換藥了 柳先生 您要不要 不用了 滾開 洛青 我警告過你離南辰哥哥遠遠的 像你這樣的人 有幾條命跟我鬥 我看到你就覺得噁心 我絕不允許你搶走我的南辰哥哥 我可以自己動了 原來沒有男主的戲份 我可以自由發揮啊 你在說什麼東西 放開 宋若元 我惹你很久了 我當壞人的經驗可比你多得多 免費教我 用手臂打人更討厭 你是什麼東西你敢打我 剛才只是還你一巴掌 現在才是打人 宋若元 我警告你不要太過分 就算你的人設是偏執 但是也麻煩你帶點腦子 一個男人就讓你弄成這樣了 現在不裝了 你不是最喜歡半可憐裝無辜嗎 我可憐 我只是當時控制不住自己而已 但是如果你在那個時候欺負我 我會牢牢記住 然後在我清醒的時候 一一找你算賬 南辰哥哥 南辰哥哥 怎麼了 南辰哥哥 我這平時根本就是裝的 你看他 宋小姐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宋若元 該說的我都已經說了 如果你再找洛青的麻煩 別怪我不客氣 洛青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你沒事吧 我來 我們先去 洛小姐 婚禮馬上要開始了 您看一下還有什麼需要調整的嗎 這就開始了 也好 快點結束吧 結束 大家所有人都想要和沐少結婚呢 您怎麼判得結束啊 你就是洛青吧 我是南辰的舅妈 我是南辰的小姨 也不知道南辰看上他什么了 你们就是婚前 故意来找女主茶的人吧 来 想开始你们的表演 你配不上我们南辰 不就是想要钱吗 随便舔 真的 九亿九千万 洛青 狮子大开口 怎么 你玩不起啊 全江北的女人 都惦记我们南辰 都想成为沐太太 你要钱没钱 要样子 也没有 而我们南辰呢 是江北的第一总裁 我们牧师的财富 手去一指 你到底拿什么配袋 你说的对 我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要这么想啊 南辰虽然有钱 但是也有病啊 他不能接触女人 这可是世界级别的难题呢 照顾病人多麻烦 这怎么也得扣个十分吧 哦 还有啊 南辰虽然条件好 但是呢 他也有这么多事多的亲戚啊 你说这谈恋爱是小 结婚 就得考虑家庭背景啊 这又得扣 二十 这扣来扣去 南辰也就将将及格 也就勉强配得上我吧 你怎么说话呢 我告诉你 你今天绝对别想嫁进我们 你们在干什么 南辰 好好的宋小姐你不娶 偏偏受了这个女人的蛊惑 好了 如果你们是来参加我的婚礼 那我欢迎 如果不是 就请回吧 你妈妈是不会允许 洛青嫁进来的 那就是我们的私事了 就不劳您费心了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参加沐上的婚礼 现在婚礼正式开始 所珍视的一切 我都不会放过